8月1日 9月11日 9月1日 10月4日 10月11日 12月2日 11月2日 12月1日 很漂亮 漂亮 很漂亮 漂亮 漂亮 哎呀 太好了 不要 哎呀 我 太好了 哎呀 哎呀 怎麼樣 整理得如何 也就這樣啊 我這裡 這個要往前 因為我這個要放裡面的 原來是項鍊 我沒有項鍊 這個 這個不是項鍊 是 不然耳環 這應該是不用特別拿出來擺吧 那應該不用 這樣應該就放這邊 擺整齊 嗨 哈囉 嗨 差不多 差不多 都好漂亮喔 真的 像這個啊 是那個 今天新娘她 可能會選擇的法式 可能是這一個 或者是 有可能是這一個 這一個 對 所以我們現在可能要先幫她 把那個法式先整理一下 因為她現在是平的嘛 所以我們 因為她法式在人的頭上 人的頭是有弧度的 所以我們可能要把她稍微 這個花 要有立體感 對 把她 抓出立體感 她感覺是長在她頭上 對 栩栩如生的感覺 對 如果是我會想要帶這種 我啦 如果是我 我覺得好像 好像必須有一套 對 也要有這個 我們就是 如果是以第一套的話 這應該會不會是最後一套 最後一套 最後一套送客的時候嗎 對 就是要讓人覺得說 我很霸氣 但這會不會太可愛 這個很可愛 這個適合第二套進場 我其實 心裡是很緊張 然後我其實從昨天 我就睡不好 然後我就一直去網路的 就是可能去看一些Google 或者是IG 就是可以去找一些關鍵字 然後就是可以看一些 新密的作品 就是想說要做好萬全的準備 我最想要的就是當機動主 可是每次都沒有 然後這次有這個機會 我就覺得 額外的珍惜吧 然後就而且覺得很酷 是這種婚禮的 剛開始第一秒的心情是 真的不用有大人陪同嗎 但是後來又覺得 因為孟偉在那個 我們前面 在星之沙龍的時候 已經有試過法了 所以我覺得 應該是 穩定度滿高的 所以我其實後來 就想說應該是沒有問題吧 就是就交給我們三個 應該是OK